大家好 我手上有一棵农村家家户户必栽种的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它不挂果 也不开花 它也不能食用 它的作用很简单很单纯 就是拿来扫地用的扫把 它长出来非常像一个扫把 而且它的耐用性也比较好 所以说在农村 我们一般每家每户都种上好几棵 因为这种扫把树它是一年生的 所以说在农村的菜地的边缘 都会种上几棵 够用一整年 那么这一种扫把树 它对土壤的要求也比较低 所以说一般我们挖个坑 底下放个底肥 就可以让它生长得很旺盛了 像我这一棵的话 我就是给它放上一点羊分作为底肥 因为羊分是农家肥 所以说这种羊分家家户户都有 那么我这一包是买回来的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直接把它种下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 这样在菜田边种上几棵 又不影响到蔬菜的生长 而且它的作用也比较大 将它再种好之后 再用一点稻草来给它盖一下表层的土壤 避免它脱水太快 这样的话很快它就会快速的生长了 平时只要给它浇点水 给旁边的这些菜施肥的时候 适当的给它淋一点农家肥 这样就可以了 不知道花友们有没有见过这种扫把树呢 好了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